我们注意到,近日部分中国留学生在申请赴美签证时,被美方以违反特朗普政府时期签署的第10043号总统令为由拒绝。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,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。 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根基,学术、教育与科技交流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认知,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有重要意义。 美方有关签证限制措施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遗毒。 这与美方欢迎中国留学生的表态不符,严重损害中国赴美留学人员合法权益。 这也与美方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等理念完全背道而驰,与开展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,与中美两国人民开展友好交流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,是开历史倒车。 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,重新审议有关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签证申请,停止利用各种借口对中国留学生无端限制和打压,保护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,为中美人们交流与教育合作,营造良好氛围。